25屏的中府屋原屋重整 希望扭转采光不好 格局不良的问题后 以舒适柔和的乡村风 让老房子成为妈妈可以放心养老的地方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想提醒有一三大重点 我们会先介绍重整格局 让家更好住的方式 再来则看到色彩与风格的营造 最后则来了解 机能完整的空间规划 重点一 重整格局让家更好住的方式 减去原有格局中的合适规划 降低空间的高差 成为无障碍空间 场域开阔让空间中采光明亮 临窗处规划由卧榻 卧榻与沙发结合 下方规划为收纳空间 让生活与实用机能兼具 重点二 色彩与风格的营造 整体空间以你色调为基底 兼由色彩壁面 一纸裁地平 呈现乡村风特色 客厅以黄色壁面作为电视墙 与开放式层架 呈现活泼的立面层次 沙发背墙 则以浅绿色系作为底色 兼由花砖作为装饰 风影视觉层次 重点三 技能完整的空间规划 深咖啡色系的餐桌椅 备餐柜与开放书柜的串联 餐桌区域兼具收房 墨榻机能 同时规划总够的收纳柜体 墨榻区则安排于窗边 让空间的运用发挥到最大 主卧室有专属男主人的书柜和书桌 满足每个家庭成员的需求 原木工坊客制化手工石木家具的设计师李嘉玉与梦作团队 通过对原木色彩 形态的手指 为屋主实现各种具丰富特色的居家空间